第一个是世间法是过眼云烟 这一求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 没有更高的要求这样做法对吗 对的 非常正确 真正觉悟的人知道我们人在这一生当中 只要衣食足就够了 何必做得那么辛苦 今天我们在南亚 你看看马来族的人 我看到就很欢喜 他们做一天工休息两天 他做一天的时候够三天吃的 他就不再去做了 很会享福啊 再看看我们这些人 拼命在积蓄 拼命在攒钱 攒到死 钱是攒了不少 没有降一天付 又怨不怨我 那些钱不知道以后给谁去用去了 大概还债了 语言语言不如 马来族人聪明 所以我过去也曾建议过我们同修 你们好好认真努力工作 工作一年可以休息念念 念念好好来学佛嘛 我一年工作我就可以够三年吃的了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好 真正聪明人肯干 把什么都放下 好好地来学佛 认真努力修个两年 约定有成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